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上海的经济 好像要比二三线城市的还要差 我是在上海做全款收房业务的嘛 我最明显的感觉 就是现在找我收房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房子不是断供的 就是被罚派的 要么就是等着卖房还债的 失业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快失业两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有些就直接回老家了 有的研究生都站起了 送外卖送快递的工作 哎呦 现在工作是真的是不好找 还有上海很多写字楼 现在的空置率也很高 租金都降了一半以上了 还是租不出去 不知道其他一线城市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一线城市上海急速衰退 曾经的繁华不在 曾经人挤人的街道 如今冷冷清清 找不到工作的比比街市 大小商场眼见的大萧条 一些实体店不是宣告关门歇业 就是还在苦苦挣扎之中 这次来上海突然发现 上海好像很萧条 商场里人也不多 夜生活也不丰富 另外很多工厂也关掉了 你看看这机场也是冷冷落落 没多少人 跟那几年的大都市 魔都真的没法比 在上海租房六年了 几年是最最最最痛苦的一年 手里空了两百多件 到目前为止一件都没有租掉 你们可有许多租房子的 我全部便宜 大无知租给你们 你看现在的经济都什么样 这么大的商场 哎呀 全是外卖小哥 看看这气势多么宏伟 你说说未来怎么办呢 这些年轻人 这是11月15号 城隍庙的老街 没人 这边没人 这边也没人 这尸体店怎么做 你看 这城隍庙老街 你看好漂亮的老街 没人 这两天我不是去许会吗 就是我之前最早住在赵家帮路那边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环境挺好的 就老洋房啊什么的 氛围很小资 然后就想过去喝杯咖啡 上海博主表示 我发现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家店 叫河内巴黎 之前好像有一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在那边取过井 其实那个店还挺出名的 我今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还过去吃过饭的 结果那个店如今竟然关门了 一片荒凉 上海徐会的建国西路 以前是是比较富人区的那种地方 外国人也比较多 比较洋气 然后都是那种民国的古剑 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拍照打卡的人也比较多 然后那边有一些什么这种 各种比较知名的一些历史的古剑啊 其实也都有的 结果现在我去了之后 整个街区有一半左右的店都是关的 要么就是在装修 要么就是要转账 反正就是氛围一塌糊涂 然后也没什么人 不过我是工作人员去的 然后下午大概四五点钟的样子 就感觉整个特别萧条 我感觉实体经济真的好差好差 有网友表示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 为什么感觉北京上海消费都凋零了萧条了 因为北京上海 这几年跑了很多有钱人和富裕中产 国内经济环境不好 人家早早就把房子全部卖了套现 前存银行 人在国外生活消费了 也有网友表示 突然感觉上海街上无比萧条 店铺全部关门 网民学不完 人类发帖称 好萧条的宝山 见到了上海的另一面 好荒凉 这里是上海超市 那么大 几千个平方啊 你看看 再转过来 看不到边的这个超市 那么大 现在这个时间 都没人 现在生意真难做的 就看不到边的超市 你看看 就看到只有一两个人 我还是过来 过来走走 看什么东西需要买一点 哎呀 大超市 大投资 连人都没有 有些在赚钱真难赚呗 也就是这里 是上海这里也算最热闹的地方了 那么热闹的地方就没人 你看看 超市真的难开的 我们就说今年的生意 是不是真的很难做 铺子 都空出来了 看见了吗 这个铺子 大概空了得有半年左右了 上海博主表示 这个位置其实很好的 就在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 黄兴陆地铁站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两个铺子 这以前是卖水果的 也空出来了 这是卖拉面的 也空出来了 这是卖烧鸡的 这是卖粽子的 也空出来了 这几家也快要到期 这是卖小笼包的 也空出来了 也关门了 有网民表示 上海到底怎么了 出门都看不到人 街上空荡荡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 以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 各种商铺摊位热闹非凡 现在房子没人要 铺子没人租 街上冷冷清清的 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了 也有网民表示上海这边外来人口越来越少了 到处空荡荡的 十年前这样的地方人来人往 街上没人 店里没人 夜生活冷清了 烟火气大不如从前 人都去哪了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真的很反常 照理说 江浙户的经济更发达 老百姓更有钱 应该晚上更愿意出去吃喝玩乐 过过夜生活 然后实际情况却是 而上海浙江晚上九点左右 大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商场餐厅十点就开始关门 你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那就不可能 街头巷尾 根本就没有那种 国际大都市繁忙景象 之前去寒州玩 九点钟的时候 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其实这么多年 我自己也不过夜生活 就并没有太在意 每次都是下班回来就到家了 七八点回来都是挺早的 直到上周 我发小过来看我 他到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钟 我想带他去外面吃饭 结果发现我们小区周围的餐厅 几乎全部关门了 只有几个摆地摊的 和两家烧烤店还开着 街上也没什么人 第二天他就跟我说 你们不算太偏 昨天晚上咋那么早 街上就没人了呢 我这才反应过来 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八九点街上 真的就没什么人了 大家都不出来的 按你说经济越发达 夜生活越丰富 为啥你们江浙户的人 没有夜生活呢 你们本地人 晚上是不是都不出门的呀 这位博主表示 我去上海出差了一趟 他在北外滩的白玉兰广场 整个商场呢 人寥寥无几 我以前是经常去上海出差的 隔三差五就去 那么对比一下 以前跟现在 确实感觉现在的人流量 大不如从前了 无论是大街上 还是商场里 还是说晚上 我同学跟我说啊 疫情前 南京路上的外国人 比中国人多 现在外国人几乎是绝技了 看不到了 疫情前 外滩每晚 人山人海 现在也是细细拉拉的 首先让我土一个大草 我感觉现在经济下行的 不得了 不得了 真的就是 但是这很明显的 各大企业都很穷 怎么说呢 就是国际的展会的搭建 好多都很寒颤 这里是上海国际博览会 逛了一下 但我说实话 真的春生好家 其他的 其他的摊位都 哎呀 都小 然后很 很简陋 你看 每条街都看不到人 哎呀 这今天礼拜天 你说这人 都跑哪去了 兄弟们 上海经济真的是完了 真的是完蛋了 说明顶顶的路加水 路上都这么空 没人 一点都不堵 没看到 大家发现没有 上海市中心不怎么堵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上海人民广场站 这个站呢 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地铁站了 据说人流量 一天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几十万 那我们看看 上海的人民广场 以前人非常多 现在为什么人少了呢 兄弟们 在上海失业了 兄弟们 大家有没有什么 好的工作 推荐一下呀 太难了 今年 太难了 都快吃不上饭了 兄弟们 上海网民吐槽说 上海的就业形势 实在是太差了 上海失业的人也太多了 各种岗位 都是僵尸岗位挂在网上 失业在家停留半年以上的人 有很多 已经无法找到工作 二次就业问题非常严峻 汽车 新能源 金融 房地产 很多行业 已经持续裁员多轮 仍然喋喋不休的裁员降薪 大家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难不成要提前冬眠 回家过年 没来上海之前 别人怎么跟我说 我都不相信 再怎么查 上海也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 但你知道上海 今年有多少的失业吗 而这些失业的人 又都会去哪里呢 上海目前真实的状态 说了你可能和我以前一样 根本不会相信 但现在很多公司 连国企都得想办法省钱 不是裁员就是降薪 小公司更是难熬 不少都在赔钱和破产之间增长 听说今年上海上半年 有1.2万家企业关门大吉 这背后有多少人丢了饭碗 听说上海体制内的人员 工资要降薪了 大家说是真是假 应该是真的 我两周前去北京 其实早就有这样的了 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银行嘛 也是强制降薪 这个人还想寻思让调 我家也有在体制内上班 上海市民马女士表示 现在很不合理 现在就是一点点的大倒退 要回到九十年代 我们现在老百姓能够看到的 听到的 看到的 很多人收入降低 失业了 很多店都开不动了 都在萧条 包括很多证券会所老板 都卷钱跑路了 在上海居住十几年的财经作家 分享他观察到的上海真实情况 包括白领阶级开始带便当 写字楼租进白送 外国人越来越少 显示中国第一大城市 已经大衰败的迹象分析指 上海这个经济现在这么差 它的直接原因就是 2022年上海封城 搞得整个经济 从根本上进行动摇 今天下午去杨浦办事回来 在出租车上 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五点多 晚高峰的时候 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说 哎这个点去浦东不堵的 我说那为什么现在 就是感觉到车子少了很多 也不堵了 他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经济不好了 这些大的公司 他说像很多的一个 IT公司啊建筑设计公司啊 他说裁员降薪 然后呢就是 他们加班也很少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们以前的时候 就他们啊 他们以前晚上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 就很喜欢去张江 去潮和静这些地方 因为10点钟以后 他很多IT公司 很多建筑设计公司的那个员工 加班的下班了以后 他们就要打车回家 现在的话他说晚上去 就很少很少有加班的公司 他说也很难再接到这种单子了 对这个经济 我们都表示出了相同的一个担忧 网友表示 这就是上海浦东的农村 大家都是紧张状态 也是如此萧条 今天去吃饭 老板娘说 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倒闭的倒闭 人少了很多 本地人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心里在想 上海人不是都很有钱吗 言语之间 我看到了他的无奈和忧愁 看来今年大家都不好了 昨天是五一当中发了个视频 就说现在在电视台 就是业内 就是有个公开的秘密 就很多电视台已经发不出公司了 估计就是 所以让所有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包括那种滑稽戏团 什么乐剧团 金剧团 都让他们自己去做主播 卖货什么或者是各种各样 反正你就自己去搞钱 现在是允许 那么就说有些上海电视台的主播 就在直播间哭了 说现在好像电视台发不出工资了 所以才到这里来带货 我觉得哭肯定也是真心哭的 干了这么多年了 年纪都不小了 上海电视台那帮人比我还要老 我81年 他们哪个不都是70年代后 像上海电视台里面 90后很少很少的 谁是也帮老哈呀 那些女的你不要看她在电视里面 好像节目主持人挺年轻的 都50多岁了 没有50多也是50岁 都老女人 老男人一个一个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中共当局束手无策 只能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不准外界畅衰经济 党媒还在说 畅衰论调改变不了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大势 王赫表示 在目前整个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他的商场肯定是寒冬 没有多少人逛商场 现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是 消费减速和消费降级 主要是没钱了 或者说大家有钱就省着花 就是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比较悲观 对自己收入的预期比较悲观 不光是上海 全国都是呈现这么一个情况